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吃货必参加 Easy Table 2022年美食节即将开跑了 宝可梦教你如何用卡省钱 让你怎么吃都划算啦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我们今天来聊聊美食好了 毕竟现在疫情 依然是严峻 所以还不能出国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在国内好好的旅游 好好的打打牙记就好啦 像我的话呢 其实你们如果有常常看我的IG 就会发现 其实我在周末都会去外面 踏踏青 然后有时候去找一些饭店吃 就是做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 那你可能觉得说 哎呀,我就是这个小资组啊 我平常又赚的钱又不够多 怎么可能就是 每个周末都到处往外跑 那这样的话我还要存钱投资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要做一个平衡 如果你永远都在过很辛苦的 在存钱的过程里面 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会受不了 你就会开始去乱吃乱喝 钱就花掉了 所以还是要在存钱的过程里面 要准备一些钱 可以让你去玩乐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就是你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当然这两年 我自己的业外收入有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还是有多准备一些些 可以让我就是周末去放松 然后去走走踏青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才可以周末跑出去玩 好,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以 我目前的生活方式为目标 然后往这个方向走 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还不错的活动 比如说Easy Table 它在3月22号 它要推出这个美食节 那这个美食节呢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叫你去吃东西嘛 那吃东西又要花钱 真的是很令人讨厌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Easy Table美食节 它有搭配一些信用卡的回馈 那你就可以透过信用卡 跟这个平台 让你省下更多的钱 吃一样的高级美食 但是呢 你可以花更少的钱 这才是真正省钱的奥义辣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赶快往下讲了 第一个主题呢 我们来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是Easy Tabl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 听过 这个所谓的订餐平台 这个平台其实我觉得 它在台湾蛮久了 我印象中最早最早 跟它接触的这个原因呢 很简单 就是当初好像联邦银行 它有在做这个行销活动 那它的行销活动啊 它就是以Easy Table的美食金 来当做噱头 来给这个粉丝朋友 好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的确是有认真的参加 联邦银行的活动 然后大概拿到了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的Easy Table美食金 好 这感觉就有点类似像我们这个Food Panda的这个购物金 好 你就是在消费的时候直接抵掉的 所以Easy Table的美食金对我来讲就是我在线上订餐 然后如果我有美食金 我就可以把它抵掉这样子 事实上啊 在Easy Table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蛮多热门的餐厅 那甚至你可以搭配信用卡 像前面讲的 你最多可以来到多少的折扣 五折 你想想看 一个顶级餐厅 可能一顿饭要1800 但是你打五折下来只要900块 这是有可能的吗 一般而言 信用卡的优惠大概只给到九折而已 但是这个Easy Table它 有的时候真的是佛心来 然后给的优惠就蛮多的 是有点令我就是吓一跳 不过呢 这个数量就反而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在时间到 准点来做下定的动作 你才有可能去抢到 所以当然就是限量是残酷的 但是呢 它的确是有这个优惠 所以我也是就是很努力的在等 比如说1号 每个月1号的时候 我就可以来就是进行抢灯 有灯到真的就是一半的价格 那真的是超爽的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样子 除了上面讲的这个信用卡折扣之外 其实我们只要在Easy Table上面的订单 它都可以在额外拿到 1%到5%的Easy Cash美食精 这个Easy Cash美食精 就是之前我讲的 联邦一行送的这个奖品 那你必须要在比如说 半年到一年之内 因为它的美食精 其实是有一个使用效期的部分 那你在这个时间之内呢 把它拿来订餐直接折底 其实是很方便的 所以你每一笔订单呢 都可以再拿到5% 最高5%的Easy Cash 那这Easy Cash 你可以折底下一次的订餐 也相当于就是 你的订餐都是在打95折 这个跟你一般的店家 直接打电话去预定是不一样的 你直接打电话去预定的部分 你当然不可能有再多给你5%折扣啊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第一时间呢 先上Easy Table 它的网页 然后去输入我想要吃饭的产品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先订 先订先刷 然后反正时间到的话 去那边 然后看插耳还插多少 就在补刷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 除非Easy Table上面没有配合的 我才会用这个打电话的方式 或者是去官网去看看 有没有他们自己的订餐 或订房的系统这样子 好那讲完了这个Easy Table的介绍啊 我们来讲最主要的这个主题啊 也就是这个2022年的美食节啦 这个美食节呢 它标榜的是 最高有超过150家以上的超人气餐厅 而且有些独家优惠都是五折起 那五折讲说有点太困难 强不太到没关系 但是八折九折有没有 一定有 所以这个的确是蛮适合大家的 比如说 我们先讲吃到饱好了 像新夜的日本料理 还有汉兰海港跟享食天堂 其实都是大家最喜欢去吃的 那享食天堂的话呢 我自己是吃过他自己 他的同集团下面的其他品牌的部分 那享食天堂我比较少去吃的原因是因为 他大部分都是荤食嘛 那荤食的人去吃大就很爽啦 尤其是板桥那个有一个小圆柏嘛 大圆柏不是 是小圆柏 小圆柏他比较小 但他上面就有享食天堂 他这个享食天堂就非常的热门 甚至这个小圆柏他自己为他专门开了一个专门的这个货题 就是电梯客人可以直达享食天堂门口去吃 对 你想想看这个板桥出来 他外面一堆百货公司竞争这么的激烈 为什么小圆柏这么老旧的百货公司 他还可以屹立不摇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餐厅的关系啊 所以你就知道享食天堂真的是了不得 那这一次的话呢 Easy Table的美食节 他其实也有小食天堂的优惠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吃的话 或者你想要品尝 想要尝试看看 请你特别注意 这个2022年的美食节赶快试试看 不过我要老实讲 其实我真的年纪大了 都快40岁 我其实比较少去吃这种吃到饱的餐厅 为什么 一来是你如果吃很多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运动 你才能够就是瘦下来 对于我来讲真的是负担有点重 但是如果你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我觉得你可以尽量去吃 因为当然是吃越多CB值越高 尤其是一些那个生鱼片啊 这种比较高价的食材 前一阵子现在还是无二战争 那些生鱼片鲑鱼都没有 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去吃到饱餐厅 给他好好的吃一顿回来 我觉得这样子你就绝对回本了 这真的是蛮妙的 那我现在反而比较常去什么餐厅 我比较常去的是五星饭店 为什么 其实我以前都觉得说五星饭店 真的是有钱人在去的 那根本就是对我们这种小资组来讲 根本不可能 就遥不可及这样子 但是这半年其实我自己比较常去 五星饭店去使用他们的温泉设施 或者是去吃饭 我觉得那感觉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毕竟我也走过大家现在在走路 也许你不要有钱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在小资 这条路上面走的话呢 你有机会你可以往上走 就是有一些便宜的折扣 你可以试着去享用五星饭店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 你也会过比较开心 就永远一直省钱的话 那真的是省到会疯掉 到时候你就会放弃自我 这样子 前一阵子我分享过的 这个五星饭店用餐体验 像是大地酒店 然后还有文华东方 这些其实都蛮特别的 尤其是文华东方它不是有雅阁吗 雅阁虽然说没有在这一次美食节的合作餐厅里面 但是像这种米其林一星以上的餐厅 大家有机会的话 你去试试看 你就会知道 它的价格开一个人的套餐 三千到四千块钱 加服务费可能四千多 为什么肯开这么贵 你这四千块是你一个月的餐费 对 你只要去体验过 你大概就会知道我讲的这个东西 那这一次的Easy Table美食节 它就是有一个五星饭店的特别的list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 像Prime One牛排馆 台北花园大酒店跟凯飞屋 还有军月酒店跟彩绘 还有美孚 这些都是在它的名单之列 那我要特别提 这个凯飞屋 凯飞屋的话 它其实是我们国内 算是Buffet里面的第一把交椅 它一个人大概是一千六到一千八 有时候是下午茶 有时候是晚餐或是中餐的部分 那它的价格其实不是那么的亲民 因为一般人比较不可能 随随便便便就去吃一个两千块的餐 但是它的Buffet真的是有目共睹的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日式 西式 中式 还有印式的料理都有 那讲到印式 大家就要特别去注意 其实吃素的人也可以去吃 尤其印度料理很多都是蔬食的 它也可以 它如果烤饼你可以自己去 拿那个料来做包来吃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蛮适合 吃素的人也可以去吃 然后还有饮料跟甜点去 如果你是第一区去吃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 就是你先逛一圈 然后你再来决定 你的第一轮的开战食物要吃什么 毕竟你的胃还是有限的 那CP值最高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像日本料理面的生鱼片 还有像乐盐流排 这是他们的招牌菜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当然就是我没有去吃过 我当然就问我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他还蛮喜欢去吃这种 比较高级的餐厅 我就特别问他说 那个凯飞屋你推荐吗 他就说还不错 而且他其实是他心目中里面 数一数二的这个buffet 虽然说大家年纪大了比较少去吃 但是如果你要宴请亲友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节日 要去庆祝的 结婚纪念日 生日 其实带亲友去吃凯飞屋 这个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那你也不要觉得说 那我是吃素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知道宝格蒙吃素 但是吃素的人在讲这个什么 剩余片牛排不是很奇怪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凯飞屋那边他也准备了一整套的素食菜单 你可以自己去点 你也可以整个都点一页 反正就吃到饱 那素食的部分 你一定是可以吃到非常的饱足 尤其是外面的buffet 你也可以自己随便去拿去 所以我会非常推荐 如果你要参加美食节的活动 请你优先booking这个凯飞屋 凯飞屋CP值很高 那我但近期 我大概也会再去吃一次 然后我再实际跟大家分享 这个真正的心得 毕竟他有优惠 我干嘛不用呢 当然就是要用他的优惠 那如果你喜欢吃的是 像经典牛排或是铁板烧 这一次Easy Table 他也有一些合作的通路还不错 比如说亚式牛排馆 亚里士餐厅 还有NKU北欧柴火料理 像奔铁板烧 奔其实就蛮有名的 其实很多的百物公司里面都有 像这个Loris 这个牛排 牛肋排餐厅 这些总共有超过150家的餐厅 通通都有 但我自己是不吃这个东西 不过我个人觉得 如果上面的这些餐厅 是你自己口袋名单里面 本来就想去的 那你现在搭配Easy Table美食节 你反而可以省下更多钱 那何乐而不为呢 接下来 这个段落最重要 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个省钱的秘诀 搭配信用卡很重要 除了Easy Table本身的 餐厅优惠之外 接下来就是信用卡的刷卡优惠 比如说土地银行的 JCB几质卡跟金质卡 它现在有限量最高加码 40%的回馈 而且中国信托 我们现在讲到中国信托 我就一定要特别讲 ANA联名卡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我也有办过 但我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没有申请 但如果你还有在累计ANA里程 而且持有这些卡片的朋友 有福了 现在刷ANA极致卡跟金质卡 最高也有25%的加码回馈 所以这四张信用卡是跟JCB有关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把握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趁现在赶快去官网申请 申请有卡片 有刷就有回馈 这是很棒的优惠 再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Visa 讲完JCB也讲讲Visa Visa无线卡 其实它也有一些折扣 如果你是用Visa无线卡 而且是有商务无线卡以上的等级 可以最高有25%的折扣 再来 如果你没有Visa无线卡的话 其实Visa预期卡也有 包含商务预期卡的等级一定有 拿这张卡片来刷 也可以享有满千赠100Easy Cash的回馈 大概就是10%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搭配你手上的信用卡 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你餐厅的等级 比如说它大概就是1000块左右的费用 那么你就拿Visa预期卡来刷 刚好就是1000然后省100 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 如果你是折扣比较高的 你就是再拿等级更高的卡片 拿到更多的回馈 这样当然是赚更多更爽 前一阵子我跟大家介绍过的 国泰世华Cube卡 大家都办了吗 不要觉得这张卡片很烂 所以你就不办 其实它现在就有好康 它其实也算是国泰世华的信用卡之一 你有国泰世华的所有信用卡 拿来做预定的部分 就可以拿到最高有Easy Cash 10%的回馈 也很多 就跟刚刚讲的 Visa商务预期卡 预期卡的等级是一样的 也别忘了 Cube卡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它是它的优惠规则 它是要做Switch的 要做切换 那你记得把你的卡片切换到 乐想购这个模式 那么它的指定通路就是Easy Table 那你就可以再拿到 3%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Easy Cash 就比如说它一个 它一张卡 每一个人的上限只有100 但是你刷1000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是 在网上刷的部分 你就拿不到了 但是呢 你至少刷再多 你都还有3%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这个也算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把握 那如果上面讲了 这么多卡片 你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 我还是提供一些卡片 给你参考 这些卡片 如果你有的话 就拿出来用 一样可以拿到高额回馈 比如说 花旗银行的Prestige 跟环铝尊上世界卡 那个限量最高 可以限责50% 但是因为它的数量有限 所以你可能要在 每个月的月初 就要进行登录 才有可能这个拿到啦 那因为这一次的活动走期 是3月22号到4月24号 所以4月1号那一天 就会非常的关键 你就要特别 在4月1号凌晨的时候 赶快来抢订抢灯 你才有机会 去拿到这么高的折扣 那除了花旗之外呢 像第一银行的世界卡 它有限量最高 有25%的Easy Cash折扣 那像新展银行 它的全行信用卡 它最高也有15%的Easy Cash回馈 其实都蛮不错的 这些数字听起来都是蛮可口 再来 华南银行 它有一张卡片 叫做美赚红利卡 那因为美赚红利卡 它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 在吃饭的通路 有一些额外的回馈 所以Easy Table 也在它的这个通路里面 限量最高有15%的Easy Cash回馈 再来呢 要分享一个 比较特别的这个身份 就是如果你有Lexus 你是Lexus车主的话呢 你来参与这个活动 你最高也有15%Easy Cash回馈 这真的蛮妙的 某一个车系的车主 全部都纳入 蛮好玩的 再来 星光银行的信用卡 它的全行卡有预定 也有最高11%的Easy Cash回馈 也不错 那最后呢 是玉山有一张信用卡 也蛮有趣的 叫做玉山Only卡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两年前的神卡 那这张卡片呢 如果你还持有的话呢 现在拿来刷也有回馈哦 限量最高13%的Easy Cash回馈 所以呢 这个也算是蛮不错的 那建议你呢 最好是搭配该银行 至少有一%以上的 现金回馈信用卡来用 因为毕竟Easy Table 它算是一般消费同路 所以你一定可以拿到 信用卡本身的回馈 所以你这样子搭配的话 其实都可以 再加个1%到2%上去 其实也不错 接下来这个段落呢 就是回馈粉丝的段落啦 其实大家听了那么久之后 你可能已经开始有点想要 就是开始下单了 但是我请大家 要再稍安勿躁一下下 我们这个相关的资讯栏 在我们的下面有 那你也要特别注意哦 本团有加码好康来的 为了感谢大家呢 其实我有就是 偷偷的去谈到一个 很有趣的好康 你只要在Easy Table 结账的时候输入 Easy Table爱宝可梦 这个字如果你怕打错 你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这个完整的字 你copy paste就好了 你就可以享有满1000折100元的优惠 上面的优惠都有 这个像折扣码再写下去 就是再省100 真的还蛮爽的 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啦 所以你要怎么破解 很简单啊 你妈妈订一次 你爸爸订一次 你全家7个人就订7次 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既然这是人家免费送你的 你就好好把它吃完嘛 你今天中午订 然后明天晚上 你就用你姐姐的名字订 这也很好啊 每个人都加入Easy Table 会员不就好了吗 所以这个是很好破解的 请大家来就是多多善用 这些额外的资源 那你就可以帮你 再省下更多钱 不要忘了 刚刚Easy Table 它给你的是 满1000折100 或者是满1000 给你100 Easy Cash 那你再用这个折扣码 你再省100 等于是打8折 所以这个折扣 其实是combo 再combo 加上去越来越多 那如果呢 有确定要参加 这一次Easy Table 美食节的活动 我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给本节目 五星评价 然后再加上 心得留言 在本集节目下方 这个First Story 下面就有这个留言的功能 请你留言之后呢 50字以上的用餐 跟使用心得 那你不要就是 写一些 就是比如说 宝可梦很帅 我最爱宝可梦了 那这当然是不会中奖 但是呢 如果你越多人 来参加活动的部分 本团的活动 越热烈 那当然 我们就会再送奖品 我们要送什么奖品呢 小七五百元 我们要抽五个人 五个人 如果五个人以内 那就是人人有奖 但是如果超过五个人的部分 我们就是随机抽出来 那也提醒大家 这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参与活动的机会 因为我会把这五个人的心得 把它录成一集新的节目 那这样子就很有趣了 你就会很有参与感 不只可以拿小七五百元 你还可以成为 我们节目的内容 这是不是很棒呢 也别忘了我们这个活动呢 Easy Table美食节的活动 是3月22号到4月24号 本团的活动呢 是3月22号 即日起至4月30号 所以请大家就是 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开始认真的去吃东西 吃美食 然后呢 留言心得 你就有机会 再多带走五百块钱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